美国华裔舞蹈协会日前在洛杉矶举办盛大的第31届年会 以及会长交接典礼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温贵堂的见证下 游协任会长赖央旋 交棒新任会长朱碧云 许多加州侨界人士纷纷出席祝贺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也亲自颁发奖状 肯定舞蹈协会向世界推广传统舞蹈文化的正向影响力 30多年不容易 那么舞团老师也渐渐在增加 我们扩展我们的舞蹈艺术 希望能够在我们社区里面往下传承 我觉得这个一个舞蹈事业的发展 不是只有靠我们专业的舞蹈老师 可以拓展得开 他们很辛苦 每天要教孩子 要研究新的舞步 在这个舞蹈里面要追求很多的境界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显达们 更是应该用这一份心来体恤 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老师们 舞团们 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舞台 让我们从事舞蹈推广事业的老师们 有更宽阔的未来 年会上各区民选官员轮流上台祝贺颁奖 舞蹈协会的成员们也献给了来宾许多精彩的演出 包括舞蹈 《月银湖》 《看海》 得过世华大奖的《喜气洋洋》 以及由舞蹈协会理事团表演的《爱情恰恰》 就连洛桥中心主任翁桂 也受邀上台献唱一曲 《场面热闹何乐》 美国华裔舞蹈协会 第31届年会 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圆满落幕 中望电视采访报导